接下來是一個小問題笨問題 6秒加速到10 6秒加速到15 這兩個加速度有沒有一樣 一個加速到10 一個加速到15 兩個加速度有沒有一樣 一樣還不一樣 當然不一樣嘛 為什麼不一樣 大小不一樣嘛 一個到10 一個到15嘛 對不對 大小不一樣 那一個是向東加速到60 一個是向西加速到60 都花5秒鐘 那兩個加速度有一樣嗎 哪裡不一樣 說不一樣為什麼不一樣 方向不一樣嘛 一個向東一個向西嘛 那我們前面教過加速度是什麼 向量嘛 有大小有方向 所以不一樣嘛 所以就是回到我們今天講過的 它是一個向量 它有大小有方向 所以 要說我們的加速度相同 必須要怎樣 大小要相同 方向也要相同 這樣才叫做加速度相同 所以大小不一樣不行 方向不一樣也不行 要一樣 那如果我的加速度一直都一樣 要什麼運動 等加速度運動 基本上我們做的 大部分都這種 我們做個等加速度運動 我的加速度隨時隨地都一樣 做個等加速度運動 那請注意 我們前面跟你講過了 等速度運動一定是直線運動 因為方向不會變朝 固定方向走 所以一定是一條直線 可是等加速度運動 不一定是直線運動 那個國中沒有交的水平抛射 我水平的往前面丟東西 它會走一條彎彎的線下去 可是這個過程 它受到相同的重力影響 地球影響 它加速度是一樣的 所以它是一個等加速度運動 但它走的是要彎彎的線 它不是走直線 所以等加速度運動 不一定是直線運動 等速度運動 一定是直線運動 OK 那也 就再說一個叫順時加速度 是某個瞬間的叫順時加速度 我們不會算 我們講我們的國中的數學程度 我們不會算順時 我們只會算什麼 我們只會算平均嘛 所以呢 基本上呢 就是因為我在做一個 因為我是一個等加速度運動 所以我隨時的加速度都一樣 現在3當分3後來3 所以平均還是3 所以我就可以用平均加速度 去等於我的順時加速度 這就是我們的計算的方式 如果會需要我用到順時的時候 我就是用平均去取代 因為當我是等速度的運動的時候 平均速度就是順時速度 當我是等加速度運動的時候 平均加速度就是我的順時加速度 我就用這樣來取代它 這就是我們的處理的方式 如果以後有需要的話 我們就這樣做的 OK 請問 有問題嗎 沒有